最省錢的開運髮器 煞氣迎刃而解 一包一把刀 Oh my God 不曾看過這麼近的一把鋸子 把一面鏡子的話反後為前 那麼後面的小人在近前反射 也可以做保護 然後再劍刀一面鏡子 救了一個婦女也救了一家庭女 鏡子同時也能夠化解涼煞 究竟怎麼貼才能夠根除煞氣呢 天羅 地羅 涼 這代表刀 有不同的涼的形狀 代表不同的災難 一根的涼 代表當頭暗脫 馬蹄形的涼 就仿佛是一個枷鎖 被套出代表 甚至於勞而無功 其實涼也可以用平衡的注意 只要在涼的某一段 把它包成一小段 就把這個涼做一個切蛋的作用 因為它所形成的殺傷 會給它最低 史上最弱的住貨房 燈光劍影 夫妻兩人難逃謝光之災 風力太大了吧 很符合啊 有風、有水 好 風、水 有風、有水 就是好風水的話 我們全台灣大家都好風水啦 不是一天到晚在下雨 妳今天在那裡有點帶情緒 不是嘛 山姬這種地方你知道 真的是漂亮 我很常帶小孩子來的 對 而且這種下雨天是討厭啊 就是阿嬤 對不對 這是下雨天 我們今天到底為什麼下雨天 這種風雨招家的日子 要來這裡呢 而且你現在是 是陽明花上身 對 你聲音好粗喔 我真的感冒 那要保重喔 而且我很怕今天來這個爛風水之後 我們盡情整個家中 有可能 對 因為我們好像逃難逃到一個平房 沒有喔 我們今天的受訪者的家就在這裡 而且今天這一集一定要看 因為很多中南部地區 終於讓我們講到了 很多家裡的格局或是這種地板 都會有影響 都像這一集一樣 沒錯 就是它就是讓我們回想起 就是我們非常傳統的那種 套屏服的家庭的一種格局 到底這樣的格局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它變得更好 讓你賺大錢全家旺旺旺呢 誠如主持人所說 今天的案例 可能會讓你心有氣氣焉 可能造成你的恐慌 但沒關係 老師要用最便宜的髮器 讓你遠離招音 卸光的危機 而委託人薩基努 家裡簡單樸素 天心樂觀的他 壓根子沒想到 敗壞的風水 讓他的唱片合約遙遙無奇 究竟是什麼風水絕陣 讓他的前途一片黑暗呢 薩基努呢 其實在演藝圈奮鬥一段時間呢 最近成績越來越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你家裡的風水 會其實接下來 你在演藝圈會走沙漠 還是走沙漠 不好意思 你不能看到一個溜滑梯 然後就是 冷靜一點 我知道 因為我一直忍不住 因為聽說 後面會越來越糟 所以我整個人心生難過 因為我想說他還好不容易 有點發光你知道嗎 微光 是 然後現在又要死 要死掉了 我好擔心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老師 我就直話直說了 好不好 要不我先關門放狗好了 好 你在關就沒有前途了 什麼意思 是 我在不關常都感冒了 真的 真的 對啊 它是一個龍線淺灘 土落平陽的格局 這個門你不說還好 越說我越生氣 幹嘛啦 很多中南部的客人 鐵門是防盜 玻璃門是防風防雨 對 我們中國人講求民進暗房 客廳一定要明亮 客廳代表 殺雞奴的運勢 我要笑一跳 它竟然仿如鐵門伸鎖 呈現一個 暗而無光的客廳 那麼對它前途是一片黑暗 有這麼多小偷嗎 有這麼多賊嗎 所以你只要保持玻璃 擋風擋雨 但是鐵門拉開來 讓你的陽光的心情更展現 而不是關了之後 你家的客廳 向宅如向人 它人已經夠黑了 客廳跟它臉一樣黑 我想會影響它的官員跟事業 可是我如果將門打開 陽光照進來 它會更黑 我曬到我更黑 所以要用霧面的貼紙 或是做一個 我們說的 薄紗的這種的窗簾 我只是買很多怪防曬油就好了 對 我看到很多中南部的觀眾朋友們 怕人給你看 怕燒辣 每天把客廳的鐵門都拒絕 好睡 穩住就不起來 老闆、老闆、老闆 那是由轉到哪裡變台的 不是 你明明是變台的 轉到26台 對 沒問題,在英國也可以嗎 可以 所以一定要記得 這個鐵門非不得已 盡量不要把它關上 其實像我們東港家也是這樣 就是我們平常只要一起床 就是阿嬤一起床 就是把鐵門全部都拉開了 一定 一直到晚上真的要睡覺 鎖門才把鐵門拉下來 這樣才能亮亮的 而且你個人又沒有在追求美白這件事情 我打籃球都打晚上的 怕帥黑啊 你真的 我覺得你白真的不會紅 黑才是你的特色 但是客廳也跟著黑暗 就怎麼樣也紅不了了 最好把鐵捲門拉開 讓採光透進來 才能夠讓你大紅大紫 而薩基奴住在三隻的山區 對面的一排樹林 竟會有照音的危機 門前看前途 窗外看園景 我們門打開最害怕幾種樹木 芭蕉樹 柳樹 或是我們所說的一些 形式鬼魅在飄動的紙盆之類的 他們家打開之後 是什麼樹 說實在話 我是問你好 你到底在動你 你是那麼大語言嗎 你說實在話 他們晚上這一片 你知道是真的 真的滿恐怖的 但是我老實說 因為今天風雨交加 所以看起來就恐怖 我相信陽光普照的時候 那些樹葉搖曳生姿 應該看起來是還滿漂亮的 對啊 對 有人說 開門有說綠意盎然 生機無限什麼的 但是一旦是茂密的叢林 又遮擋了我們的門或窗 那會造成我們居家 陽宅變陰宅 我還以為我前面有樹林 我方便打獵 因為原來那麼嚴重 你打手OK 你現在還有在打獵 對 其實打蠟比較重要 打個幾隻松鼠也是累的 原來那麼慘 對 有這種狀況的情況之下 我們今天就是用一片鏡子 來幫它做一個化解 好 我們應該要放到 放在它的門的上面 對那邊照出去 古人說鬼魅就有形 有靈 你這裡是門對不對 對 有鏡子放在那邊 鬼魅一進來看到自己 還沒有進來就被自己嚇跑了 嚇跑了 嚇走了 所以那個鬼很醜 對不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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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說鬼很醜 難道他不能了解他自己 不能接受他自己嗎 對 因為鬼魅有時候自己不知道 自己已經往生了 鬼魅也不知道自己當時死的慘狀 他一旦進來的同時有沒有 就會被這個手嚇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片鏡子 救一個家運的開始 一片鏡子 救一片家運 我之後知道說 有時候一張發票可以救一個植物人 我不知道一面鏡子 也可以救一個家庭 當然啦 你家外面正對芭蕉 紫藤 柳樹 這些植物容易招陰 可以在門口或是窗戶上面 貼一面鏡子轉陰為陽 而一般透天醋的鐵捲門 或是多片門 到底開哪一邊最加分呢 重點是在於這個門 有沒有就有四片的門 很多的中南部的熱情的觀眾朋友 到這邊開哪一邊門口 對啊 一個原則 重點好不好 如果這裡看過去的話 左青龍 這兩片是龍洞 湖鏡 是最好的選擇 龍洞 湖鏡 龍會洞 人來人往 代表人會洞 所以最好開那兩片 這兩片是最理想的 但是要卡在內在的環境 以一樓為主 外面是不是水路 水路為財路 如果車是往這邊來 那麼我們 龍水 虎收 所以這邊放座位 面對車來車往 無論是辦公桌 或是我們所說的 虎座位 龍水進 虎口收 那麼接起來 這樣就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這個位置是好的 你這把沙發放的 對 怎麼了 如果上面有樓的話 我們當然退而求其次 以平安為優先 而不是以收龍水為主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 改到那邊去做 你本來是這個位置是比較好 但是因為上面有樓 對 就像是吧 一把刀 在您的頭上 會一直一直每一天 今年累月地這樣劈下去 就算賺到了錢 也會有傷到身體 真的 如果你有時候想回首的話 可以… 那怎麼了 好 我現在看起來 好像無名無理 很多人都看醫師 看醫師 你看起來身體很健康 我會強 腫肝 回首還要… 中空 怎麼會這樣 沒有,反正現在身體 慢慢變好了 所以有… 有了 有在調養嗎 有確定 有花大錢買保險嗎 有… 瘦一點都需要 就好 那寫我自己 對 因為它其實在牆上有很多 這種症狀或什麼 對 這應該不會是你自己看的吧 QJ漂流木對不對 對 然後把它當作是一個裝飾品 然後可以調東西 它的原本的想法很好 然後又不用花錢去買 然後又有藝術的價值 這個將來住久 這邊的老人家要小心 類似骨刺的毛病要小心 牆壁就是我們皮膚 莫名其妙突出很多 織織織織織織的 也稱為鹿古煞 就像我們屋外的 第四台的線 天線、鋼筋外露 接觸閃電電源 影響整個宅的磁場 居家內部有這種的織織織織的 我們中國的牆壁要平平順順 不要跑出很多東西出來 這個有準 可是 就是 人家老人家有穀寸 只剛開完而已 真的假的 我來錄製,你不講 你現在... 那這樣才真實啊 表示你講得很對啊 對啊 所以家裡的牆壁都不能掛這些東西嗎 我們外套帽子要掛哪裡 有衣櫥 外套有櫃子 為什麼要掛到... 定在牆壁上面呢 所以牆壁盡量不要掛東西 一個鏡子掛到影子 讓你高興嗎,這樣子 天成、勞退... 勞吹嗎 還是勞亡 對不起 還是我在聯絡外星人在一起 我是好意 因為他們像宅如像人 一個居家就像自己的身體一樣的 一個客廳店面就像臉一樣的 所以我是好意 好好聊 好啦 那次現在趕快拿吊 要不然才剛拍照 可是他已經開吊完了 還會再找嗎 都是我不好來台灣了 如果早一點來 把它拔掉的話 也許不會那麼惡化的嚴重 請選擇 請作答 被我了嗎 PASS 什麼PASS 你怎麼會老的啦 問 阿芝芳 你看他不好啊 剛好要漂浮沫嗎 怎麼會漂浮沫 沒有 長得見農也不錯 什麼啊 沒有 會啦 值多少錢啊 對啊 健康才是無價的好不好 然後他會處理好 我如果不拆 我媽媽後面長一個 吹風機那個 不會啦 不怕 住家跟營業場所是兩件事情 是哦 如果這邊是營業場所 它的特殊功能 沒有這邊生活住的話 如果這邊是 算是工作室耶 對 工作室 這邊就是客廳什麼工作室 沒有 這一區 就這一區而已 這工作室 沒有私人 沒有私人的工作室 你現在有在給你熬哦 工作室在哪裡 對 OK 居家牆壁不平整 長輩容易有骨刺和皮膚疾病 最好把牆上的漂流木 和轟罩拆除 而主座位面對龍鞭 象徵迎接採水 有旺財的效果 但如果龍鞭的座位被涼壓 不妨退而求其次 把座位改到虎邊 坐起來沒有壓迫感 而便宜好用的鏡子 除了可以避免招音 還能夠興旺男女主人的運勢哦 他還做到有一件事情 什麼事 好不好 我們說左青龍對不對 龍鞭是不是要開闊 所以他在這邊放著一片鏡子 這個鏡子 還真的是有學問 有什麼學問 他就是套人的花椰 超級不是這樣 他就是辦一張椅子 讓客人坐在這裡 這個鏡子有學問 然後砍線 鏡子有提出 鏡子的尺寸 一定要記得內圍是 21公分的倍數 譬如42 84之類的 極速 第二個他在龍鞭開拓 放著真面鏡子 放外面的也不錯 可以從外面的光源之間 反射 間接的折射回來 客廳會變得更亮 除此之外呢 龍鞭更開闊 代表這個家的男生 天飛 等一下 他睡著了對不對 不是 代表這個男生 飛龍在天 無所不在 可以我們所說的 不過發揮的空間很大 其次龍歡 而且光源增加 是增加客廳變大 有三個好處 唐大 龍飛 有光源 所以如果在我們的家裡面 龍鞭 我們都可以放一大面鏡子 然後是21的背書 對 但不在主座位的背後 側邊 不會照到位子的 真是有一套 不過那個是曬到的 我就好 曬到的 看起來這邊是龍鞭 因為像我們原住民 然後我們又是巫師的後藝 然後所以那種風水 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有那麼多的那種概念 或者是哪裡是龍鞭 什麼龍 我沒有看到龍 那個龍 你說巫師是巫 對 這是作法的那種嗎 就是幫人家祈求平安 就是 因為在早期的客氣 沒有那麼發達 那你有在對風水老師 下降頭嗎 當然是沒有 如果說 殺得少一點的話 就多拔幾根蒸起來 其實我當他的兒子到 我不敢進來 就怕你給我下什麼東西 沒有 他們現在是做祈福 對 這是正念能量的 我們要把它好處起來 對 為什麼會有膠帶在你的櫃子外面 不是啦 那個是我 我是做美甲 然後小朋友 等一下 你做什麼 我做美甲 美甲 對 你是說做指甲的美甲 指甲才會 你做美甲 對 什麼 可以 可以啊 為什麼男生不行 這樣對你來講不會太黏嗎 不會很黏 沒有很大之類的 對啊 你要怎麼幫人家貼鑽 就有辦法 因為現在客氣那麼棒 生意好嗎 生意…還不賴 那是一些原住民的藝人 真的 像季小軍、高雷亞 他們就… 我可以幫他們設計一套 原住民TOTEN的那一個姿勢 那你有沒有對這有興趣 因為滿好玩的 因為我覺得我的作品 他如果帶著走這樣 人家說這好漂亮 這誰都會 撒嬌 怎麼這麼好 這麼好的一個身材的居保盆 對 就離柴位 只有一步而已 你看看 真的耶 一步而已 你這個L型就是一個大柴位 對啊 最重要是我們這個柴位 進來的45度角 對 一 不能見柱、見梁、見刀 二 不要有風 就是風扇之類的 三 不要張 第四 不要有我們所說的臂癌 或是我們所說的一些 追撞、堅撞的東西在裡面 這麼好的柴位 竟然被你來放在這裡 指完電腦 有點可惜了 很多人家也是沒有柴位的 對啊 你家有個這麼好的柴位 然後你的身材工具就在旁邊 難怪你一天只能做一個客人 真的 這個身材工具 就是你的這個柴子移過去 那也就是說我這邊就是 放這個 然後再放樂器 然後再放那個槌頭 都可以這樣 不是 不是 以聚寶盆 以櫥櫃、衣櫃等等的 有像一個箱形的東西 就是一個身材的一個 納材的一個柴子 薩基姆白白浪費了一個大柴位 柴位已擺放身材工具 或是柴子以及招材物品 最好不要擺放垃圾桶以及風扇 以免毀壞財運 而薩基姆他家 遍布梁煞 一般常見的梁煞 總共分為五種 有1字梁、P字梁、L字梁 M字梁以及口字梁 等一下老師教你個個擊破 我們一直注意下面 卻沒有注意到上面 上面 各種常見的梁煞 待會兒熠熠破解 桌房刀光煎影 老婆難逃血光之對 門上有梁叫做穿心煞 對 血光刀傷或淚在疾病難逃 抬頭看刀 是叫做刀燈 竟然把它抓在老婆的床上 房間這房間 中間如果挖個孔的話 叫做穿腸煞 三把刀直接切到這個臥 上面 上面 沒有 天螺、地網 能夠把梁補平的 就盡量補平去清楚上 一旦沒有補平的話 這個梁就代表刀 有不同的梁的形狀 代表不同的災難 今天為了你特別拿我的 鴨香寶的道具 承嘴一下 一根的梁代表當頭棒喝 對 頭上帶刀 這是非常不好的 在哪個房間就傷哪一個人 尤其梁最忌諱在床上 或是在頭上 或是在我們所說的桌子上面 這是包括我的法師傅上面 對 叫抬頭 劍刀劍棒 對 有的梁是我們所說的 L型的 是懂的梁有沒有 就彷彿是一個弓箭的 弓箭有沒有 這箭的頭 也是一個 雪光災難的開始 是 暗藏的危機 而且它是天螺 代表什麼呢 年紀越大的 所印證的這個災難 會越快 其次就是我們所說的 一般我們的梁 會有人呈現的是 這種所謂馬蹄形的梁 摸子形 你們以為是鉅材嗎 它不是鉅材 因為上面有的梁 就仿佛我們說天螺不平 跟地網 崎嶼坎坷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三把刀 就仿佛是一個枷鎖 被套住 這樣清楚吧 在古人說就是官司 也類似這個牛有沒有 那個牛 像我們說拱琴門的意思是一樣 代表官司 雪光 甚至於勞而不公 對 其實他們家 做白鋼 做白鋼 他們家屬於梁子梁 所以他們家就是一個梁子梁 梁子梁帶兩把刀 兩個箭頭 而且梁本身就不是好東西 對 就趕快把它做化解 那它怎麼化 它除了做天花板之外 問題又來了 這就高手了 你不是你的壓箱寶 對 這個梁 我們說過防中針 居家是不是有防中針 可以貼鏡子來化解 其實梁也可以用便宜的鏡子 來 只要在梁的某一段 不壓床 不壓頭 不壓桌子的地方 把它包成一小段 以21公分的倍數 就把這個梁做一個 切斷的作用 因為它所形成的殺傷 會覺得最容易 個人家裡面 個人家裡面也有這個梁 我是把內面通通都貼鏡子 而且黏得很緊 因為我怕它掉下來 打到我的頭 對 沒有要分享 一定要黏緊的 這沒有黏緊還得了 如果說像他家是這樣 梁子梁的話 他要黏得而已 對 應該是以膠茶底的地方 作為一個鏡子的包裝 那麼就可以把這個梁做化解 當然 你說包在這邊 對 繞三面 三面 兩面 三面 那麼你看出去梁就不見了 當然也有比較傳統的方式 就是放 或是放古地前 在梁的下面頂住 那麼避免它造成殺傷力 所以古人在梁上面 有的人放寶劍 有的人會畫龍的圖騰 都是畫煞為極 畫金為楊 這個意思 寶劍 對 寶劍 我可以放原住民的班刀可以嗎 太好了 就是像那個獵槍或諸如此類的 只要不要進門看到劍頭 側邊也可以 那他應該放裡面 那就放在裡面就可以了 對 他就是有自殺的作用 太好了 不管是哪種類型的梁煞 都容易造成血光 可以包覆鏡子 或是懸掛葫蘆 五地前 以去刑除煞 你的臥室在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嗎 對 好可愛 真的好多這種東西 好可愛 你看你頭上 不要怕 那個是仿那個 仿那個當時真實的那個 貨龍族跟三德克巴來的 那個在裡面放的槍 然後就做一比一的比例 然後因為太喜歡三德克巴來 那部電影 我知道 真的很好吃 然後那個飛鼠的尾巴 那個就是真的飛鼠尾巴 那個就是野山羊的腳 野山羊的腳 打刀的獵物 那這個刀子應該是真的刀子了吧 對 就是真的刀刀 那是我爸爸存下來的 所以有開工過 當然 那個 砂鍋雞 打獵的 砂鍋雞 砂鍋雞而已 好的 老師 它這個放在這邊 是放錯位置 基本上這種刀槍棍 這個是屬於兇器 當然如果居家很陰暗的話 陽正在地鞋 當然是由他們裡面站 可是你放在門口 門口就像一個雜口的意思一樣 雜口看刀 進進出出 彷彿在刀口上穿梭 在刀口上穿梭 這是一個有生命危險 以及屬於兇器的危機 如果有柱子或梁放刀 是自殺 對嘛 就像梁放刀 但不能放在門口上 門口上面不要 就拿去剛剛那個柱子地方放 對 對 好 那其次 不要再猶豫了 還一直有多硬 其次他 人也滿善良的 再給他補兩個好招式 好啊 對 對 我們有時候跟人家互動 溝通會有點障礙 溝通 你是抽出 我跟你嗎 不是 一直愛你他 不是 我們有人在溝通 家人溝通會有障礙 溝通 居家風水溝通最大的一個 重點在於樓梯間跟通道 對 如果雜物很深 香櫃、鞋櫃、橫立 那麼這個家人的互動 一定是雞同鴨甲 除了掛這個壁燈照耀之外 不自由衝突之外 對 今天這個廉價的鏡子 假鏡子 又爛鏡 對 只要不對到房間的門 貼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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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空間感變大 溝通更成功 那麼如果藉由側邊的燈 來做一個折射的話 會讓你省電 又能夠更能量你的通道 那麼就是一個加分 古人是放火把 當然現在是放N 閉燈就可以了 好不好 武器擺在走道 容易有血光之災 以妥善收藏 而居家走道 擺放家人照片或是鏡子 有助於提升家人感情 不過要記得鏡子 不可以正對房門 而接下來 我們就前往主臥房了 你的房間 敲什麼 有人在忙 請坐 請坐 加油 請坐 心跳一大 通常在前面就… 真的要跟她這樣 我聽我的聲音叫不出來 我看到海裡已經來了 我的天 Sajino 好 真的 NONO NONO 這一進來其實 就感覺到那個濕氣 真的嗎 房間濕氣很重 這依壓被我們都說了吧 濕氣是未殺 更可怕的是有 治老婆於刀傷之下的一個 殺氣 住戶房三面還刀 謝光之災躲不了 一面鏡子竟然救了一個家庭 一把刀 不曾看過這麼近的一把鞠子 把一面鏡子的話反後為前 那麼後面的小人在 更可怕的是有 治老婆於刀傷之下的一個 殺氣 是 老婆於刀傷 怎麼看 不是 一就是門上有涼 叫做穿心煞 對 雪光刀傷或內在疾病難逃 這才不夠 第二個 抬頭看刀 是叫做刀燈 他那天來的時候還告訴我刀燈 他還念出刀燈 進來把它抓在老婆的床上 天啊 其實更可怕的就是 本身房間跟房間 房間跟走道不算 房間跟房間 中間如果挖個孔的話 叫做穿腸煞 這我們之前也有曾經 在某一位藝人家裡面發現 穿腸煞 三把刀直接切到這個臥室 不傷男就傷女 所以老婆一定有刀傷 對 這樣硬講可以嗎 老師 當然 他能這樣前置胎板 或什麼 對人家就選擇剝腹 不是 勸觀眾朋友 刀傷有疊斷腿疊斷手 也有整形美容跟剝腹 其實命中帶刀傷的 有八字刀傷 面向刀傷跟陽宅刀傷 這種陽宅雪光 算你運氣好 所以說如果沒有剝腹的話 搞不好就是一些小小的意外 比較痛 對,就是有意外 所以你知道切東西 也不小心會切到 只是剛好一剝腹產 就把它好像化掉了這樣子 就讓它過去了 可是如果一直不處理的話 它還是...危險 還是會一直存在 如果再不改的話 不知道該誰的 該刀了 不是,我還要住這裡 我還要住這裡 我放住這裡 沒有,我鐵門已經鎖了 差距了 至少只有兩天吧 你那個掐著被收起來 那個掐著 好啦 所以真的是要改啦 對 危險的臥房 又橫梁穿過房門的穿線 煞 日光燈切到床的刀煞 還有為了讓冷氣通到客房 在牆壁上面裝個風扇的穿長煞 這些煞氣如燙手山芋 無庸置疑 都將危害這兩夫妻的健康 究竟該如何化解呢 一個就把這個燈 躺原的、吸頂的 如果預算有限的話 盡量往側邊放 不要在床上面 至於涼的部分 做一個天花板 或是我剛剛用鏡子的方式 來化解即可 這個就趕快要做一個採取 對,這樣就OK了 但是 現在你們有兩個小孩嗎 對,兩個小孩 然後是都睡在這裡嗎 因為這裡感覺有不只一張床 這裡就是雙人床加一個大名床 雙人床加一個大名床 雙人床加一個大名床 怎麼樣怎麼樣 我小朋友比較好動 方便說 是小朋友好動還是你好動 小朋友好動 三張床 一張雙人床再加上一張單人床 看不出來嗎 什麼床 我怎麼知道那麼多 雙人床可以躺幾個人 雙人床可以躺一個人 兩個人 單人床可以躺幾個人 一個人 二加一等於多少 三 雙人床 雙人床 你很高興嗎 你根本沒有傷心的感覺 雙人床可以躺到小山 太驚訝了 雙人床 是風水造成的 老婆不能怪我 對,本來很麻掉了 這樣 這樣會有小山的維持 而且不一定是你 不一定是你老婆 對 沒有…因為當初我們家床的時候 也是因為想說 因為我們那個大兒子 現在比較活潑 太過於耗洞 所以… 對 然後其實我基本上 都不會在這個床上面睡 我都會睡在地板 更慘 更慘 地上的濕氣 造成整個身體的一個病變 慢性疾病的延伸 所以他有可不可以做黑 對 你知道潮濕然後長霉 然後就黑掉了 而且吸菌都在30公分以下穿梭 對啊 全部吸塵器跟吸菌器 都在他鼻子上面 我覺得這樣爸爸太心酸了 把床讓給自己的兒子睡 然後自己睡在地板 把自己身體搞得更不好 你這樣怎麼出外打拼 給家裡更好的環境 而且睡這邊上有涼 前有門 對 後有窗 可能睡多久都不知道 本身來說這個是 一房帶二床 對 所以如果這兩個床是分開的 分隔為二的話 就是大房取二房 那他本身來說 何而為一的話 其實在行煞方面是一張床 所以就大房跟二房 我相處得非常好是不是 也有這種可能 但是比較沒有那種 部隊的陣力 你太陣力了吧 我們很多的雙人床 我們很多的雙人床座是兩個 上面墊子是一個 對 是以墊子跟何而為一 何而為一為主 什麼意思 怎麼算 很多的雙人床 下面是兩個座 對 但它上面是一個墊子 它是同一個一個墊子 就沒關係 像聲音 就像我們的瓦斯爐一樣的 有兩個火口或四個火口 然後一個瓦斯爐就是一罩一爐 如果分開來就是一罩兩個 所以你不要管你的床板有幾個 基本上你上面只要定做是一個 大的床墊 一個的話就沒有問題 你可以做加大無限大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用拼接的起來 就會有小三的危機 對 而且大小不異高低不異 就是大房區二 小三床 一個房間有兩張床 容易招惹小三爛桃花 最好以一房一床為主 而接下來將前往廚房 如果廚房過於老舊 要注意什麼風水點呢 在我們要進去可怕的廚房之前 我們要讓觀眾朋友先有心理準備 首先 再來是 雷聲 再來是 手下 很慘 聽說這個廚房 根本就是一個地獄廚房 其實所有廚房能有的煞氣與醫生 他剛剛還開玩笑的說 真是羨煞旁人 真的 哪來的羨煞旁人 哪來的 誰在羨慕你 是一個 風雨交加 雷煉交加的廚房 其實所有煞氣都在這個廚房 完全地出現 好 又風又雨又打雷的 好,我們趕快一一的替他介紹 趕快講話 講到話就說 明天我就會掛了 哇塞… 你好… 其實… 要吃枕頭 要吃枕頭 你好 很潮濕的廚房 今天廚房滿大的 我們先安慰他一下 他最少是一個寬闊的廚房 接下來沒有好聽話了 我把這個槍卸下來 我們是為你好 因為廚房是影響 女主人的運勢跟健康 好 不行,這樣子 就是至少他的廚房 還滿方正的 對 好了,接下來沒有好話 好,那個列槍的話 就是用散彈裝 太太的健康 太太的健康重要 還是想聽好聽話重要 我們是苦口婆心 對,我是覺得看怎麼化解 會比較好 好不好 好不好 第一個就是 一個廚房有兩個門 對 形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 回風扇 等一下 它不只兩個門嗎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對,我先講回風扇 就這個構成回風扇 對,回風扇叫做 才去不留 人去都空 人去都空 代表 女人不善於催事 那麼夫妻感情 日漸漸的會有一個女愛 可是真的你老婆不下屠了嗎 不下屠 對啊,你不能怪他 你自己有回風扇 連刀都沒有摸過 真的,假的 不能怪他 你自己有回風扇 沒有,因為我是廚師嘛 所以... 所以到你在做 就不用擺活動了 對,就不一樣了 對啊 第二個就是廚房這裡 前有雙,後有門 真的耶 女主人累累犯小人 而且犯兩、三個小人 這麼多個門 代表女主人的工作 總是受別人阻礙 事情被人阻礙之外 借錢也不還 對 怎樣說 真的 真的,為什麼 真的 沒有,因為當自己有幫... 就是幫別人就是... 就是好像他朋友也會要投資 然後幫忙一下 然後就借錢給他 就沒有再還了 然後就沒有再還了 然後還... 所以根本就不是投資 對啊 只是用投資的名義 跟他借錢 然後其實是騙錢 然後簽了本票 還找不到人 惡劣耶 真的 對,而且還不只一個 還兩個 所以就說你有兩、三個小人 對 你老婆 你也不能怪你老婆 因為你的廚房真的弄很糟 更可怕的在後面 給我一點衣校寶 好 倒為火 可以拿嗎 可以 倒為火,側為水 水火沖 代表女主人的健康 廁所 憂上加憂 令人堪憂 廁所之 廁所之 濕氣跟臭氣跟糞便的味道 跟它的風嫩美食的油煙混為一起 我們的風水稱為濕氣很深 風水頭 門為口 窗為野 窗為野 你看看女主人的窗 窗戶看甚麼 開窗一把刀 我的天,而且是樓梯 樓梯 梯刀 不曾看過有這麼近的一把鋸子 而且它上面是甚麼瓦斯頭 沒有,那個是放雜物的 所以這是一個逃生梯嗎 沒有,因為這以前是一個拖天處 所以它那裡有一次放到樓上 所以是想要讓老婆去搶菇嗎 為什麼要給她上踢刀呢 我差點 你說看看 更可怕還在後面,音效 還有更可怕的 雷電焦加風雨焦加 對 對不起 打到你 被雨真的下不停了 對 這個罩門有沒有 前有門後有門 叫做三門通 又是一個三門通 錢財一路空 而且罩門出去又一道壁刀 對啊 真的是一個萬劍穿心 刀劍不斷的局 那它怎麼解決 對,那也講個方法 那邊又死,這邊又死 回風扇 對不對 我們先把這個回風扇 兩個門都拆掉 拆掉的情況之下 請往前兩步 我們這裡做木板 這裡做木板 把舊的門拿來放在這裡用 那麼這邊沒有門沒有門 就沒有回風扇 對 那麼這裡做個門 門內為罩 門外為我們說走抱 那麼罩跟側分隔兩地 就沒有我們所說的水火沖 造側沖 所以寧願讓這個廚房變小一點 也不要有這個回風扇 而且你的廁所跟廚房 就不會在同一個空間 對,也就沒有所謂的三門通 也沒有出門見刀 隔了板子之後 這個燈往旁邊移 轉角的地方移 就沒有抬頭看刀 一個小小的板子跟門 就化解了七、八的煞氣 這一定要隔 其次 就是開窗、劍刀、劍鋸 對 對不對 對,你說它前面有窗戶 對不對 如果一般人會黏那個 我們說的錫脖子之類的 對 媽媽會黏錫脖子在這邊 對 這個也是阻擋油煙 會比較好清洗 沒錯 至少把這個 我們所說的開窗、劍刀化解 如果放一種我們說的玻璃 白玻璃、烤玻璃 很多家裡面高級的廚房 都是這樣處理的 也不錯 但是礙於她的節儉經費有限 把鏡子... 我沒錢 如果把一面鏡子的話 反後為前 那麼後面的小人在鏡前反射 也可以做保護力 也能夠不再劍刀 一面鏡子救了一個婦女 也救了一個家庭 廚房的三大問題 裡面有廁所 影響女主人的健康 以及回風煞、人丁不忘 還有三門相通 倒置漏彩 然而這一切只要把廚房隔出來 讓它變成獨立的空間 要解決並不難 不過最令人訝異的地方 在於她的廚房有抽油煙機 但是竟然沒有爐灶 你的瓦斯爐呢 很酷 你的瓦斯爐呢 很酷 這個廚師竟然不用瓦斯爐 這裡抽油煙機 那瓦斯爐應該是在這裡啊 不是啊 我還有另外一個罩在外面 在外面 烤肉的部分 大聲 後陽台 你真的是創大禍了 你整個越來越糟耶 我後面有烤肉劇很好啊 我聽到 他把罩放在後陽台 後陽台是你後代子 所以你兩個兒子的舞台 你才會回修處 對啊 一旦燙燙起來 對啊 對啊 你看你 你還在那邊天真 對 無邪那樣 我會認真一點 其實它這個罩是有瓦的 是不是 我們的爐不見得要瓦斯爐 只要是微波爐、烤爐 只要有這種爐的 都稱為我們說的罩神、爐神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爐 重點是在於 它在後陽台又放了一個爐 叫做火燒後陽台 輕則小孩脾氣不穩定 一巴木 縱責、燙傷、紅色之類的 都要千萬小心 對 它就很容易脾氣不穩 你怎麼可能會上火 燒到一般 這位麵糧烤肉區 原住民的路夫 烤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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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每天都要烤肉 是不是 真的 打到的利物就烤一下 沒有,就那塊 那塊 好大 你看看 在這裡是不是 這個是烤肉 沒有 沒有,我們那個爐就放在那邊 然後我要烤的時候 我會烤肉 在哪裡 然後那邊還有石板 然後我會說石板烤肉 還有石板烤肉 對 好酷 你看這麼好的後陽台 可見天一望無際 對 無遠佛見 對不對 這種的後陽台多子多孫 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因為裡面擺的這些 有的沒有的 譬如 後陽台帶刀 那茶屋有夠多的 後陽台帶刀 對不對 對 這個是我們說 小孩子的外傷要小心 對 再來一個慢性疾病 藥灌 要吃不完 其次又放個爐子 火燒後陽台 後陽台幾乎全滾 幾乎全滾 對 如果是屋向前 對 左邊帶刀 刀外露 有的是透天的房子 這邊會加蓋樓梯 代表龍邊帶刀 代表居家的男生 有刀傷雪光 如果面對客廳的門 右手邊 左青龍右擺虎 外加樓梯 就是女人要看到 可能阿姨、嬸嬸 姑姑婆婆 女兒之類的 反正就女生 後面就代表晚輩的意思 非常的可怕 所以你這一定要趕快把 巨子狀包起來 這樣對小孩子安全比較有保障 沒錯 藥灌 假設預算夠的話 弄別人家 這樣不會引起 不是 通常有一些房子 他們會放在樓梯的下方 再把整個包覆起來 行不外露 刀不外露 要管不外露 所以就是一個 非常開闊平整 而有遠景的後陽台 老舊凌亂的後陽台 以保持整齊 最好花一番工夫做整理 才有利自尊運勢 老師 因為他們就是老實講 原住民的確很喜歡烤肉 一家團聚 對 然後在那邊喝喝小酒什麼的 這真的不能剝奪他們的生活樂趣 對啊 那他們能在哪裡烤 所以烤肉要有碳 又不能在室內 對啊 他們不是天天烤肉 是偶爾烤一烤 不是當主持 所以後陽台烤肉OK嗎 它只是一個烤… 平常把它收起來 真的 你不要烤完放那邊 放一直放 OK 不要當作固定的一個罩 對 在哪裡就好 沒有啦… 我們倒是沒有說一定 就在那邊碰的 對 對 真的要提醒你 好了… 好了,其實你們現在煞氣真的… 其實… 我們應該已經錄三集了吧 煞氣牛 你站住一點,好嗎 所以你的愛竟然說… 煞氣了 他從一開始很活潑 很活潑 現在整個人的臉真的歪掉 太好了 這次是我不要笑的 你真的臉歪掉 你可不可以講講你現在 路後的一個心情好不好 老婆搬家吧 真的就是改一改 可以變化的 你就變化一下 對 其實就是對家人健康有影響 對 當然你現在正要發光發熱 對不對 就是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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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好…